我祝福神的庆祷 在名字中的庆祝 先知啊,你应当敬畏真主 你不要顺从不信者和违信者 真主却是全知的,却是智瑞的 你应当踪寻从你的主将是你的经典 真主却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应当信托真主 真主足为监护者 真主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膛里创造两个心 你们的妻子 你们把他们的鸡背当做自己母亲的鸡背 真主没有把他们当做你们的母亲 也没有把你们的义子当做你们的儿子 这是你们信口开河的话 真主是说明真理的 是指示正道的 你们应当以他们的父亲的信誓称呼他们 在真主看来这是更公平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那么他们是你们的教包和亲友 你们所悟犯的事对于你们没有罪过 你们所顾犯的事就不然了 真主是制赦的是制辞的 先知对信誓的权利 重于他们自身的权利 他的重妻是他们的母亲 血亲与血亲相互间的权利 依真主的经典是重于信誓和亲世的权利的 除非你们对自己的亲友行善 这是记录在天经里的 当日我与众先之定约 与你和努华伊布拉森 摩萨玛尔眼之子阿萨定约 我与他们定庄严的盟约 以便真主向诚实者询问他们的诚实 他已为不信道者预备了痛苦的刑法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应当记忆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 当时敌兄来供你们 他就对他们派遣暴风和你们卫健的天兵 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当时他们从你们的上面和你们的下面来供你们 当时你们眼花心跳 并对真主做种种猜测 在那时信誓曾受到可验 并受剧烈的震动 当时伪信的人和心中有变的人说 真主及实者只是虚伪的应许了我们 当时他们中的一派人说 耶斯利普人啊 你们不必在这里逗留了 你们回家去吧 他们中的一派人向先知告假说 我们的房屋却是破烂的 其实他们的房屋不是破烂的 他们是想要逃走 假如这座城被敌人四面攻破 而后敌中要求他们叛教 他们必定承诺 他们因此事而言误片刻 以前他们与真主却已定约 他们绝不准备 真主的盟约是应该负责履行的 你说 如果你们逃避死亡或杀戮 那么逃避对于你们绝无辟意 你们既是逃避 也只得稍稍享受 你说 如果真主欲降护于你们 谁能反抗真主而保护你们呢 如果他欲降护于你们 谁能干涉他呢 除真主外 他们不能发现任何援助者和监护者 真主知道你们中 有些人阻碍别人 并且对他的同胞说 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吧 他们只偶尔参战 他们对于你们是吝啬的 当恐怖降临的时候 你见他们望着你 他们的眼睛转动得像轰死的人一样 当恐怖消失的时候 他们以尖利的口舌痛骂你 而他们对钱财是吝啬的 这的人没有信到 故真主揭示他们的行为和虚伪 这对真主却是容易的 他们以为同胞中还没有撤退 如果同胞中转度重来 他们将希望自己在沙漠中的游牧的阿拉伯人中间 并从那里探听你们的消息 假如他们与你们相处 他们只偶尔参加战斗 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纪念真主者 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为他们的优良模范 当信使建同胞中的时候 他们说 这是真主及其使者所应许我们的 真主及其使者说对了 这件事只能使他们更加确信 更加顺存 信使们中 有许多人 以实践他们与真主所定的盟约 他们中有成人的 有代义的 他们没有辩解 以便真主因诚实者的诚实而善报他们 他们随意地惩罚伟信者或 奢佑他们 真主却是致赦的 却是致辞的 真主却是不信道者 未能获胜 分封而归 真主是信使不战而胜 真主是至刚的 是万能的 他曾是帮助他们的那些兴奋天经者 从自己的堡垒上下来 并且把恐怖投在他们心中 你们杀鲁一部分 俘虏一部分 它是你们继承他们的土地 房屋财产 和你们少为他过的土地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先知啊 你对你的重期说 如果你们遇得今世的生活与装饰 那么你们来吧 我将以灵意馈赠你们 我任你们一礼而离去 如果你们遇得真主 及其使者的喜悦 与后世的安宅 那么 真主 却为你们中的行善者 预备了重大的报酬 先知的妻子们啊 你们中 谁做了明显的仇事者 将受加倍的刑罚 这是 对真主 却是容易的 你们中 谁服从真主 及使者 而且行善 我将加倍的报酬 谁 我已为他预备了优厚的积养 先知的妻子们啊 你们不要像别的任何妇女 如果你们敬畏真主 就不要说温柔的话 以免心中有病的人贪恋你们 你们应当说庄重的话 你们应当安静于你们的家中 你们不要炫耀你们的美丽 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 你们应当谨守败功 完纳天课 顺从真主及其使者 先知的家属啊 真主只欲消除你们的误会 禁敌你们的罪恶 你们应当谨记在你们家中 所宣读的真主的迹象和格言 真主是玄妙的是彻之的 顺服的男女 信道的男女 服从的男女 诚实的男女 坚韧的男女 恭敬的男女 好事的男女 摘旧的男女 保守征召的男女 常念真主的男女 真主以为他们预备了奢诱和重大的报酬 当真主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的时候 信道德 男女对于他们的事不亦有选择 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 谁已陷入显著的迷雾了 当时你对那真主曾施予恩惠 你也曾施予恩惠的人说 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 你应当敬畏真主 他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 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 你却畏惧众人 当挽德离绝他的时候 我以他为你的妻子 以免信士们为他们的义子所离绝的妻子 而感觉泛满 真主的命令是必须奋行的 先知对于真主所许给他的事 不亦感觉泛满 真主曾以此为古人的偿道 真主的命令是不可变更的定案 先知们是传达真主的使命的 他们畏惧他 除真主外 他们不畏惧任何人 真主只为监察者 摩哈摩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 而是真主的使者 和纵先知的分印 真主是全知万物的 信士们啊 你们应当传传纪念真主 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 他怜悯你们 他的天神们为你们祈祷 以便他将你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 他是怜悯信士的 他们与真主会见的那天 真主对他们的助词是 祝你们平安 他以为他们预备了优厚的报酬 先知啊 我却派遣你做见证 为报酬者 为警告者 为奋真主之命 而招迎与真主者 为灿烂的明灯 你应当向信士们报酬 他们将获得真主降下的红恩 你们不要顺从不信道和违信者 你们应当认随他们辱骂 你应当信任真主 真主足为监护者 信道的人吗 你们若娶信道的妇女 然后在交接前修了他们 那么他们不该为你们而守 限期 所以你们应当使他们享受 应当让他们一礼而离去 先知啊 我却与种你 享受你 给予聘礼的妻子 你的奴婢 既真主已为你的战利品的 你的从父的女儿 你的姑母的女儿 你的舅父的女儿 你的姨母的女儿 他们是同你一道迁徙的 信道的妇女 若将自身赠予先知 若先知愿意娶她 这是特许你的 信誓们不得缓列 我知道我为他们的妻子与奴婢 而对他们做出的决定 以免你感受困难 真主是致设的 是致辞的 你可以任意的 离绝他们中的任何人 也可以任意的 挽留他们中的任何人 你所攒离的妻子 你想召回她 对于你是毫无罪过的 那是罪进于 使他们感到安慰而无被爱的 而且都满足你所给予他们的 真主知道你们的心事 真主是全知的是智瑞 以后不准你再娶妇女 也不准你以他们换掉别的妻子 即使你羡慕他们的美貌 除非是你的奴婢 真主是监视万物的 信誓们啊 你们不要进先知的家 除非邀请你们去吃饭的时候 你们不要进去等饭熟 当请你去的时候才进去 既吃之后就告退 不要留恋闲话 因为那会使先知感到为难 他不好意思辞退你们 真主是不止于揭示真理的 你们向先知的妻子们 缩取任何物品的时候 应当在帷幕外缩取 那对于你们的心 那对于你们的心和他们的心是更清白的 你们不欲使使者为难 在他之后 永不亦娶他的妻子 因为在真主看来那是一件大罪 如果你们要表白什么或隐藏什么 真主总是知道的 因为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 他们无妨会见他们的父亲 儿子 弟兄 侄子 外甥 信道的妇女 和自己的奴婢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真主却是见证万物的 真主的确怜悯先知 他的天神们的确为他祝福 信使们啊 你们应当为他祝福 应当祝他平安 诽谤真主和使者的人 真主在今世和后世 必弃绝他们 并为他们预备凌辱的刑罚 以信使们和信女们所为犯的罪恶 诽谤他们者 却担负污蔑和明显的罪恶 先知啊 你应当为你的妻子 你的女儿和信使们的妇女们说 你们应当用外衣 闷着你们的身体 这样做 最容易使人认识他们 而不受侵犯 真主是致设的 是致辞的 伪信的 心中有病的 在城中蛊惑人心的 如果他们忍不罢休 我必命你制裁他们 他们就不得久居 城中与你为灵了 他们将被弃绝 无论他们在哪里被发现 就在哪里被逮捕 或被处辞 这是真主对于古人的传道 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 众人问你复活在什么时候 你说只有真主才知道 什么时你知道 它何时发生呢 复活时或许是很近的 真主却弃绝不信道者 并为他们预备烈火 他们将永居其中 不能得到任何保护者 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 他们的面皮在火中被翻转之日 他们将说 但愿我们曾服从真主 服从使者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却以服从我们的领袖 和我们的伟人 是他们使我们违背正道 我们的主啊 求你用加倍的刑法惩治他们 求你严厉的弃绝他们 信使们啊 你们不要效仿 冤雾磨砂的人们 真主已为他洗血 冤雾 至于真主看来 他是有面子的 信使们啊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说正话 他就改善你们的行为 就奢用你们的罪过 服从真主及其使者的人 却获得伟大的成功 他却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 但他们不肯承担他 他们畏惧他 而人却承担了 人却是不义的 却是无知的 以致真主惩罚 伪信的男女和乙物配主的男女 而奢用信道的男女 真主是制舍的 是致辞的 只要是冲击死的